天南地北谈华语 哇 今天这甲骨文字形 怎么那么像我孩子小时候写的字 笔画细嫩 字形稚嫩呢 金文呢 金文 这根本就像是蒸笼嘛 底下是蒸笼 中间是食物 上面还有盖子 今天谈的字是会 会不会的会 都不像 你要像楷书的繁体字会 啊 是啊 繁体的会 下面是日 上面有个人和一横 中间的部件就是蒸笼里的包子吗 你的猜想不全对也不全错 甲骨文和金文会 上面是个盖子 下面是个底儿 中间像装着一些东西 可是会怎么会是蒸笼呢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会是蒸笼了 是你自己老想着包子才把它看成蒸笼了 这个字要表达的是 上有盖子 下有底儿 才能和 和起来的和 啊 所以后来才有了会和这个词 我们约好了在一个地方会和 两者碰到一起 会和 你看 甲骨文金文的会 下面那个底儿是不是写得像口 是 后来小站的形体发生额变 底部变成了日 怪不得 楷书繁体的会下面是个日 简化以后连日都不见了 要比较好的理解这个字 还是得想象会的繁体字 说文写到会和也 诶 就是会和的和 和起来的和 是的 会的本意是盖子 真是妙啊 会字上面的那个三角形 还真就像个盖子 像 确实像 下面是器皿 中间是食物 上面是盖子 盖子一盖 就跟底部的器皿会和了 会后来引申为聚会或会和 比如会诊 意思是几个医生共同诊断疑难病症 会又引申为会面见面 譬如会客 会也读作快表示总计 例如会计会计师 挺有道理的 会计就是总计 也就是数和数得会和结算 才有总计会计 会在收文中是个不守字 但是后世一般词书都不设立会部 会或快可以坐生旁 例如会画的会 会脆的会 事快的快 快至人口的快等等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自寻哪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